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边有很多酸感 我试了 并不好吃 但它可以做哨子 现在去找一个瀑布 名字叫天门洞 没有修好的路 只能沿着溪流而上 看到许多不知道名字 但很漂亮的小野花 有颜色的石头也很多 水路无法通行 就从旁边爬 又遇见木耳 听到很大的水声 瀑布就在前面了 潜水至上而下 冲击出一个天然水池 清澈凉爽 夏天的绝妙去处 住在全边的谢老板 逃命也要横着跑 改道去山顶 长在竹竿上的白色小蘑菇 一个虫窝 大自然里 有最好的设计石 森林中太漂亮的东西 往往是不能触摸的 这里的世界 是绿色的 休息 吃点锅巴 已经废掉的护林员房子 开在土壤中的花 朋友说野生杜鹃花可以吃 味道酸酸的 找了很多天的牛在这呢 模样相当帅气 下山了 回到村里 大家正准备做晚饭 体力基本耗尽 肚子也饿了 烧大火炒菜 美味总是需要时间等待的 竹笋炒肉 大肠 嫩嫩的木耳 开洞 山里的东西 有山里的味道 不需要太多佐料 就足够鲜美 晚饭后 围坐在一起烤火 听叔叔说着 在山里的见闻 竹笋也是他 打小就会的手艺 人如果能丢掉 多余的欲望 从头到尾 只有一种活法 也未尝不可